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老了要对自己好一些 可是,如何对自己好? 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很多人认为,吃好喝好,到处游山玩水,就是好日子 其实,善待自己和善待别人 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你顾了这头,没了那头 诗人陆游写道 齿发衰残久退休,甕毛荒季更近秋 一年用利益伸游券,百步关心梦一筹 要懂得,退休之后你不仅自由了 还意味着变老了,人生进入了深秋 学会经营余生,收敛自己的大方 把好处留给自己,生活才不会那么狼狈 一,虚伪的圈子及时退出 我的一位老邻居从退休那一天开始,就非常热衷于聚会 小学同学聚一聚,高中同学家里走一走 初中同学常来常往 很多年不交往的亲戚也成为了座上宾 老邻居常常说,年轻的时候工作忙,大家聚得少 现在有时间了,应该多见面 否则感情就疏远了 通过聚会老邻居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因此参加的宴席也特别多 水里的数额水涨船高 家人认为他是浪费钱 老邻居学认为,礼尚往来的事情是不会亏本的 以后自己家有喜事,别人也会随理 去年,老邻居的孙子办满月酒 置办了二十桌酒席 但是来客只有十桌 很多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喊也不赖 小品不差钱里,赵本山说 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人还在 钱却花完了 水里是人际交往的礼节 也是一张张金钱送出去了 不管你的退休金是多少 如果人际交往圈子太大 水里就多了 另一方面 请着请喝不可能总是别人掏钱买单 要么轮流来,要么A制 把钱丢在饭局上大个不必 学会改善自家的生活 让儿女们吃好 让孙辈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 才是老人应该做的事情 不合适的圈子及时退出去 感情的重心会回归家庭 金钱也会更有价值 喝醉的时候也可以避免一举多得 二,儿女的人生少去插手 知乎上有匿名网友说 她是一个大学生 但是放假的时候只能待在家里 不准出去去见初中高中同学 就是很要好的闺蜜 一个假期也只能见面一次 她找男朋友的事情必须向父母回报 如果父母觉得不满意 就必须甩掉 并且父母教会她很多甩人的方法 在大二的时候 父母开始念叨考研的事情 让她远离喜欢的乐队 如果她不听话 父母可能会给她一巴掌 或者泪雨滂沱的说 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们都是过来人 她很想对父母说 人生只有一次 命只有一条 快乐是自己的 不要谁来打扰 作为父母 应该换位思考 看看儿女需要什么 再思考什么 期待什么 顺着他们的人生发展提出建议 帮一把才是真道理 当你退休了 儿女也长大了 有自己的生活圈 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婚姻家庭 你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花在他们身上 自己会很累 他们又不领情 即便是儿女要你帮忙带孙子 也要讲规矩 不能阅祖带袍 更不能把孙子捆绑在自己身上 在金钱方面 也要小气一些 不要把牢底挖空了 一股脑地送给儿女 作家龙应台曾经说到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她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而她用背影告诉你 不必追 对儿女小气 就是告诉他们 独自去奋斗 才是真正的人生 父母送你一程 到此为止 三 时间的管控 学会小气 高尔基说过 世界上最快 而又最慢 最长 而又最短 最平凡 而又最珍贵 最容易被忽视 而又最令人后悔的 就是时间 退休之后 最贵重的 不是存款和退休金 房子 而是时间 如果你喜欢混吃混喝 到处瞎晃的 那么你的时间就毫无价值 看似很热闹 其实是坐等老去 聪明的老人 会高效 利用时间 成就自己的梦想 家住山西林坟 饶渡区的退休 老人 李杰生 八十多岁了 他花了几年的时间 写了一本叫 《景世言》的书 被当地的群众热捧 国家图书馆 还专门收藏了 李老表示 人就像一块木头 靠自己去雕琢 做成了厕所板 就会抽携熏天 做成了艺术品 就刮网万丈 如果一个退休老人 能够坚持自己的爱好 那么他的人生 就会持续变好 总会给后人 更多的启示 没有人规定 一个退休老人 要做什么 但是你要自律 不因虚度年华 而悔恨 四 单位的破事 不闻不问 有的老人退休之后 还常常去原单位帮忙 或者被返聘 如果你不是 特别重要的人才 常常去原单位晃 就会被老同事看不起 大家都叫你 某长 某主任 其实是表面上的客套 职场就像一秋水田 种了一茬又一茬 每一茬都有收获 但是岁岁年年都不同 规矩 工作方式 设备等 都在推陈出新 你应该收起老一套 让年轻人去打拼世界 把你学会的技术 传授给年轻人 才是英勇之一 退休第一天开始 退出单位上的群 不再过问单位的事情 也不要和老同事 吃吃喝喝 就算老上司请你吃饭 也要看具体精光 你可以选择拒绝 大半辈子看人的脸色 听人的话 已经够烦了 以后的每一天 就是你一个人的江湖了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上半程慢慢地往上走 下半程慢慢地往下走 回到生命的某个原点 退休的人 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撕掉各种伪装 把自己放入人群之中去 就像大自然里的 一花一草一样 开开心心地成长 有没有人去欣赏 都没有关系 退休的人 想要过上好日子 就要认真经营一日三餐 培养好自己的兴趣爱好 读一本书 种一盆花 养一条狗 看一道风景 生活充舍了 就不会想起想拔 曹操说过 神归虽瘦 云有境识 牢记福利 旨在千里 能不能安度晚年 关键在于你的心态和选择 而不是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 不可自拔 看淡潮起潮落 换一种生活方式 就会有别样的精彩 做好自己 是最重要的事情 曾经的我们 已经奋力拼搏了几十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现在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不要讨好所有的人 也不要过分善良和大方 不做亏心事 不打扰别人 不带着恨意生活 让自己安静下来 就是福气 如果你想活得阳光灿烂 那就像秃透镜一样 集中精力去追梦 让生命自然 余生很贵 不要再犹豫不定 不要碍于情面 不要困顿劳累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福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